今天是3月14號 星期二 好 那兩件事 兩件事非常的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 今天的重點就是兩件事 你只要知道這兩件事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應該要去做什麼動作 因為其實近期 整個市場的氣氛 你只要知道這兩件事 還有整個信心度是受到 矽谷銀行的影響 大家說不論說對於 市場信心度還是說整個金融 體系都會比較 恐慌 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其實說 在這個時間你要先去了解到說 矽谷銀行 它到底會不會演變成 金融危機或是說金融海嘯 因為很多人會去這樣子 去這樣子擔心 覺得說矽谷銀行 它會演變成雷曼兄弟2.0 這等一下會再來講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去確定 它會不會演變成 不可逆的災害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超級買點 就是對於個股來講 一定會有一些所謂的 超級大買點 這種超級大買點 它全部都是建立在 突發性的大利空上面 等一下會舉例 包含像是2000以下的大利光 包含像是去年 去年的四星 去年的創意 去年的M31 其實很多個股的走勢 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第一點就是一個 最漂亮的買點 它背後其實都是建立在 一件很大的利空上面 等一下我們會慢慢來舉例 只要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真的不需要去擔心 當然說 因為昨天晚上的歐股 是持續在下跌 先帶大家看一下 你去看 因為我一直強調說 歐股會是比較重要的指標 因為你去看 昨天的德國股市 是跌了一根長黑 其實這一根長黑算是合理 因為 美國這件矽谷銀行事件 對於德國股市 其實完全沒有造成任何影響 昨天這根長黑 它算是補跌而已 所以對於台股來講 壓力其實並不大 包含像是法國股市也是 昨天殺了一根長黑 這一根長黑 它也是偏向是補跌 所以其實 該反應的 昨天台股跟美股 其實都已經反應過 重點就是說 我們先看指數 以指數來講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加權指數在年限之上 所有的拉回 都是全新一次的進場點 這一次也不例外 而且昨天台股非常非常的強 開低走高 直接留了一根下影線 而且是翻紅 因為說昨天台子的夜盤 受到歐股的影響 是跌了大概是98點 所以今天台股預計也會先開低 一樣是大約是到了10點左右 會開低走高 所以今天的台股 預計也是一樣開低走高 好 大家要知道 其實一段趨勢 就是說一段大的趨勢 但是它要反轉一定是出現一件重大的消息面 重大的事件 我舉例 就像是今年的台股 今年的台股 我們從年初就一直在強調 今年的台股它就是倒吃甘蔗 它一定會 隨著說電子葉的庫存消化完畢 會越來越好賺 整個走勢一定會越來越強 這就是今年台股的寫照 倒吃甘蔗 會逐季轉強 逐月轉強 既然說確定今年台股 它是一個由空翻多的走勢 今年就是一個大多頭沒有問題 就是從去年的空頭轉到今年的多頭 你說今年這樣子 中長線大多頭的行情 有沒有辦法去扭轉 它一定要出現一件重大的事件 才有辦法去扭轉這種走勢 重大的事件就是這次的矽股銀行 所以我們要先去判斷說 矽股銀行這件事 它會不會讓台股今年這種 由空翻多的大型多頭走勢結束 好那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你去看 你去看這個位置 我們一直在強調這個邏輯 所有的重大黑天都是未曾發生過的 所以第一步我們要先去判斷說 矽股銀行這件事會不會扭轉今年的大多頭走勢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今年台股就是由空翻多走多頭的一年 應該是說從空頭轉出身段再轉主身段的一年 就是一個交接點 好所以你去看 所有的重大黑天都是未曾發生過的事 那你去想 矽股銀行這件事會不會演變成雷曼兄弟2.0 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訴大家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美國不是 不是笨蛋 美國他們沒有這麼傻 美國他們 當時2008年的雷曼兄弟 美國就是深受其害 他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不可能不知道說一間銀行倒閉 他會引發連鎖反應到底有多嚴重 美國是最清楚的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不論說用任何的手段 甚至說改變現在原有的政策 美國也絕對不會 讓矽股銀行演變成雷曼兄弟2.0 不可能 美國不是傻子 他絕對不可能讓矽股銀行演變成雷曼兄弟2.0 因為他太清楚只要說這個東西背後 他會怎麼去擴散 他股牌效應會怎麼走 所以你去看 其實矽股銀行這件事一開始 大家就會擔心說會不會有擠兌的問題 大家拼命去領錢會不會領不出來 其實這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說美國讓一間銀行變成說 裡面所有存戶 錢完全領不出來 這種事其實是完全不用去分析 就是稍微用一點邏輯你就會知道 這次不可能會發生 所以你說矽股銀行會不會演變成雷曼兄弟2.0 有可能 但是他要建立在一個前提上面 這個前提就是2008年沒有發生過雷曼兄弟這件事 沒有錯就是這個邏輯 就是 除非2008年沒有發生過雷曼兄弟事件 這一次矽股銀行才有可能會演變成雷曼兄弟2.0 但是重點問題是2008年已經發生過雷曼兄弟 所以這一次矽股銀行的事件也不可能會變成雷曼兄弟2.0 這個邏輯聽起來好像很矛盾 但是確實就是這樣 除非以前沒有發生過 這一次才有可能會演變成這樣子的事件 既然這件事以前已經發生過了 這一次的矽股銀行就不可能演變成第二次的事件 所以你了解到這個邏輯你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這一次矽股銀行的事件 對於這些便宜好股票 不過就是創造出一次 所謂的超級買點而已 它不會扭轉今年有空轉多的大趨勢 因為 這件事它就是一個短期的逆風 甚至說以昨天的美股來講 金融股是一直在跌 包含歐股也是 重災區都在金融股 但是科技股其實是逆勢在走強的 昨天包含像是Apple 包含像是亞馬遜 它其實都是開提走高都是收紅 所以 你說真正受影響的 要影響也是金融股 對於科技股來講 拉下來就是一次非常好的買點 所以 在這個位置我還是要強調一次 年限之上的所有拉回 都是對於便宜好股票 都是全新一次的進場機會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 裡面會告訴你說 因為說今天更明 就這幾天 這幾天年限之上的震盪 會非常非常的關鍵 很多股票會出現一些 可遇不可求的買點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先加入 直接拿起手機的相機 用手機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我們Light的好友 直接掃描就可以加入 裡面都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或是輸入ID 小老鼠WE178 WE178 現在就加入 所以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你要先去了解說 矽谷銀行到底會不會形成一個 重大的金融黑天額 就三個字不可能 因為有雷曼兄弟的事件 所以不可能會發生 演變成雷曼兄弟2.0 就像是說 為什麼新冠疫情會這麼嚴重 因為以前沒發生過 那為什麼 無限QE 當時在2020年的無限QE 它的後座力會這麼強 因為無限QE 時間這麼長的無限QE 以前也沒發生過 那為什麼烏二戰爭造成的影響 全球通膨上漲很誇張 因為烏二戰爭 曾經也沒有發生過 所以真正的黑天額 反正就記住這個邏輯 真正的重大黑天額 都是曾經未發生過的 曾經有發生過 它就不可能演變成重大黑天額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你去看 其實你了解到這個邏輯 你就會知道 對於很多便宜好股票來講 這真的是一個可運不可求的大買點 我這樣舉例給大家看 3661的四星 來 你去看 3661的四星這一段 你就直覺 你要直覺去看 最漂亮的買點在哪裡 超級買點 所謂的超級買點 超級買點 你這樣一眼看過去 一定就是這裡 沒有錯嘛 這裡是跌破了600元 去年的11月左右 跌破600元的四星 最低來到了557 近期已經漲回到了1000 所以你這樣從這個位置 回過頭來看 最漂亮的買點 就是跌破600元 這個位置 沒錯嘛 你知道 跌破600元的四星是怎麼來的嗎 跌破600元的四星 它就是建立在重大的利空上面 沒有這樣子重大利空 根本就不可能會有跌破600元的四星 你說什麼重大利空 就是美國晶片禁令嘛 去年我們在第一時間 也有公開的告訴大家 四星跌破600元 拜託你一定要去大買 這個 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錢 就是 只要你要賺 一定賺得到 所以你去看 3661的四星 去年 你回顧一下 去年10月份 當時就是美國禁令嘛 美國對於中國的晶片禁令 所以讓四星從1000元跌到了557 直接跌下來 幾乎是跌了50%左右 拉下來 當然說 你乍看之下 在當下 當下你一定會覺得這個位置很可怕 但是實際上 這就是一個所謂的超級買點 所以這個邏輯很重要 就是 所有股票要出現所謂的 絕佳這種 很誇張超額利潤的買點 一定都是建立在 突發性的重大利空上面 完整的講應該是說 跟個股基本面沒有關係的 重大利空上面 好 那你現在問題就來了嘛 既然說這些都是 跟個股基本面無關的 突發性利空 那要怎麼知道說 它這個位置是一個買點 因為你在當下 你一定不會覺得這是買點 那靠的就是產業家數字嘛 產業家數字 你會清楚知道 這一間公司 它的建議售價是多少 那當你知道了建議售價 你就會清楚知道 這個時間點 遇到這一間利空跌下來 我是不是可以去大買 你去看喔 我們就以世心來講 世心在當下 你去回顧一下 當下在10月份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去看 我的文章都還留著 當下有多少人告訴你說 跌破600元的世心 你可以去大買 因為當時是遇到非常大的利空 中美的晶片禁令 那為什麼當時我會說跌破600元的世心 你可以去大買 邏輯很簡單嘛 當時的世心 當時就告訴大家 2023年 世心它的保守EPS是32元 當時還沒有上修是32元 世心它要賺30 今年2023的EPS 保守保守就是32元 那EPS32對比在IPC制裁來講 給個20倍本益比絕對合理 因為當時的市場氛圍 它還沒有轉到多頭 它還是比較偏空 所以給個20倍的本益比 2023年要賺32塊錢 給個20倍的本益比 建議售價就大概是600塊錢左右 所以你第一時間你就要知道 600元以下就是它所謂的安全邊際 就是巴菲特在講的 低風險而且高報酬的價位 好 那第一時間你判斷出來說 600元它是 就是世心的安全邊際 那跌掉了557 這不就是一個 超級大的買點嗎 一路往上漲 這裡就是最漂亮的買點 所以 其實說 只要掌握了產業家數字 不論說遇到什麼利空 你第一時間就可以判斷出來說 這個位置這個價位 我到底是去該買還是該去賣 包含像是M31也是 你去看 6643的M31 一根跌停板下來 怎麼看這裡都不能去買 好像很可怕 一根跌停板 但就告訴你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安全邊際的買點 一路往上拉 那你說 這麼漂亮的買點怎麼來的 也是重大利空打出來的 也是因為說它原約營收公布出來 那莫名其妙的跌下來 它就創造出一個全新的買點 所以你了解這兩個邏輯 第一 矽股銀行不可能會演變成雷曼兄弟2.0 第二 所有的超級買點都是建立在突發性的利空上面 就這兩個邏輯 你了解之後你就會知道 這個時間點 對於便宜好股票 真的是一個可遇不可求的買點 所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在今天一樣會針對這類型便宜好股票 下去做低階 所以 手上持股任何問題 等一下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還要記得先加入我的LINE的好友 就直接在ID的地方輸入 小老鼠WE178WE178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就像 其實我們在上禮拜五就講過 對於很多的便宜好股票來講 這是一次 天上掉下來的機會 因為這算是突發性的事件 反正就記住一個重點 對於個股來講 所有的超級買點 它一定是建立在 突發性的利空上面 跟基本面無關的突發性利空 因為 這個東西就是一體兩面的 你說要有一個 非常非常漂亮 絕佳的買點 它背後就一定要有一件 突發性的利空 如果沒有一件突發性的利空 哪來的超級買點 沒有錯 一檔股票沒事怎麼會跌 一定不會 大盤也是 你說如果沒有新冠疫情 大盤怎麼可能會敵到8523 不可能 所以這種 我們現在事後回過頭來看 這種非常非常漂亮的買點 一定都是建立在利空上面 所以這一次 西股銀行的事件 這絕對不是壞事 因為 這本來就跟個股的基本面沒關係 反而它就會創造出一個 非常好的超額買點 當然說今天的台股 預計一樣先開低個100點左右 可能說開低個100點到150點 可能到了10點半到11點左右 才會開始有低階買盤進來 總結就是今天一樣是開低走高 那有機會拉到平盤附近 所以其實 因為你說台股目前的狀況 以大盤來講 其實震盪個2到3天都是合理的現象 這絕對都合理 震盪個2到3天 也順便去把指數跟連線的乖離 稍微去收斂一下 因為你說 西股影響這件事 就算是沒有實質的影響 但是對於信心層面 一定還是會影響到 既然說信心層面會影響 震盪個2到3天不為過 所以這2到3天 對於說持股的太弱流強 或是逢低進場去佈局 都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如果手上的持股 有任何的問題 不知道怎麼去處理 都歡迎直接私訊我的LINE好友 直接打開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用相機掃描就可以加入 除了會分享最新的標股 最重要的是 我會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去告訴你說 做股票其實不難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其實只要你了解到一間公司的建議售價 不論說遇到任何的消息面利空 籌碼面利空 雜七雜八利空 你覺得很清楚知道說 這個價位我應該要去做什麼動作 所以你看 我大家順便創意也看一下 創意進行也是非常的強 你去看 來 你去看這個位置 你這樣直覺去看 這一段 最漂亮的買點在哪裡 這樣直覺去看 最漂亮的買點一定是這裡 跌破四百元的創意 一定是這個位置 你說跌破四百元的創意怎麼來的 就是美國晶片法案 它才會跌破四百元 3661的世新 這裡 最漂亮的買點是在這裡 你這樣一段再回過頭來看 當時連續三根跌停板左右 最漂亮的買點就是跌破六百元 你說這種這麼漂亮的集點從哪裡來 就是重大的利空 像是M31也是 更近期一點 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短線上最漂亮的買點一定是這裡 這裡怎麼來 營收的利空 大利光也是 大利光你這樣回過頭來看 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跌破兩千元這一根長黑 這一根長黑怎麼來 法說會的重大利空 所以你這樣看你就會知道說 所有的超額買點 一定都是建立在 突發性利空上面 不會有例外喔 真的不會有例外 因為一檔股票 它沒有遇到一些突發性利空 怎麼會跌 沒事它不會下跌 一定是說遇到突發性利空 所以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對於說很多真正的便宜好股票來講 這就是一次最好的買點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你要分辨出 這個價位到底能不能去低接 能不能去切入 就像是我們在講的嘛 就以M31來講好了 M31你去看喔 產業家數字的優勢在哪裡 我們會很具體的知道 這一間公司它到底能不能去買 6643的M31為什麼當時我會說 這個位置跌破540你可以去大買 邏輯很簡單嘛 因為我知道M31今年要賺20到22 那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先進製程是趨勢產業 那它基本的本益比給個30倍沒問題 以30倍來講 30倍的本益比搭配上預估數字 大約是20到22塊 所以我就可以確定 它的安全邊際 是600元以下 既然是600元以下 提到540元 這不就是給你大買的時候嗎 是不是 一路往上拉 包含像是大力光也是 你去看 大力光最漂亮的買點 就是在1月13號 問題是1月13號 從各個面向來看 你都看不出來說 它可以去大買 跌破各期均線 KT死亡交叉 外資大賣 投信大賣 連董事長都說不好 但是在當天就告訴你 2000以下 這是一個超便宜的買點 你可以去中壓 我自己也會去中壓 那為什麼會說2000以下可以去中壓 為什麼在當時1月13號 我這樣公開告訴你說 大力光你可以去壓身價去買 因為我清楚知道 大力光今年 最差最差也有賺140元的EPS 那因為說大力光它是鏡頭的龍頭 所以給個15倍本益筆合理 15倍本益筆搭配上 今年未來的預估數字140元 那你去看 它的建議售價不就是2100元 那既然是2100元 跌到2000元以下 這不就是給你中壓的買點 所以這就是產業家數字 很大很大的優勢 它會讓你整個操作說變得說非常的具體 你去看我們在 我這樣公開操作給大家看你就會知道 我跟你說哪一檔股票可以買 什麼價位應該要去買 我從來都不會告訴你說 是因為籌碼轉強 還是說什麼 外資在買 外資出報告 或是說有什麼新聞 我都是用一個 很具體 而且很完整的邏輯告訴你說 這個價位 為什麼我會去做切入 就像是先進光也是啊 你去看 先進光昨天也是非常的強勢 我們從80元以下 一路這樣操作上來 昨天一樣是開梯走高 目前是分盤交易 就是儲置 分盤交易結束 它有機會再往上攻 你去看 為什麼當時在80元以下會大買 因為今年要賺8塊 又有大力光的光環 所以 80元以下 就是一個低風險 而且高報酬的價位 所以在目前的盤市 整個盤市會比較混亂 就是個股漲跌比較不整齊 所以這個時候你更需要 產業加數字 因為說產業加數字 你就會清楚知道 每一間公司它的合理價 它的建議售價 什麼股票該買該賣 你都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手上的持股 如果不知道怎麼處理 歡迎利用盤中的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的light 那想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去撿便宜也歡迎直接來電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